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高兴今天又在礼拜一又跟大家见面 那我想呢这个每个礼拜一那总是希望这个大家都可以跟拜五都可以贪大钱 那我想呢这个慢慢的也接近了这个岁末了嘛 那当然在整个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每次的一个岁末行情当然我常跟大家讲你一定要把握机会 我已经讲过了我陈老师说过最重要是这个资金是要怎么挪移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我也有跟大家谈到过 当然除了电子之外包括很多的这一些所谓的生计类股 你也要很注意我陈老师我常跟大家谈到就是说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过嘛 你看看像这个郭董对不对 为什么他也要涉入这个生计台康啊生计啊对不对 我上礼拜才刚讲过嘛你看今天就 那还有包括像这个阴眼梁对不对 什么忠于浩鼎啊对不对 那为什么还有包括薛明智 为什么这些大佬 这些电子公司的大佬甚至传产的大佬都来跨足这一块 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未来世 这个就是一个未来世 所以说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美国能够创造出像马斯克这样的巨富 对不对一下子 这个简直像做火箭一样的财富的增长 这个是全世界是大家是膛木结舌 对不对 一天坛的比郭台民一世人坛的还多 怕死人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因为他怎么样 他就是走在趋势的前面 趋势之外他还走在前面 所以他带领了这个美国的这个这个这个汽车 美国几乎在过去 什么什么这个福特啦 林肯啦 对不对 什么凯迪拉克啦 这个都已经几乎已经是 不要说被欧洲日本 这日本车欧洲车几乎打挂了 可是这个因为这个马斯克的崛起 这个电动车 这个电动车特斯拉似乎又带动了另外一个美国汽车工业的一个 一盏明灯一样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他就像是可能是一个世纪以前的福特一样 一个世纪以前的福特 对不对 就是像今天的 对不对 那当然要走在前面嘛 所以我常常跟你讲就是说 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些这个台湾的这些企业的大佬 我上礼拜才跟你谈到过 他们要涉入生计 那当然你现在看到就是说有人讲说高端啊 骗人啊 那是政治的议题 那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你高端你就不见得要 高端都说有的没的 那当然这一块我们就 有关到政治的议题 我就跟你讲暂时 但是呢你会回过头来看 为什么这个 整个的所谓的台湾的这些大佬 甚至包括郭台铭 你看台康生计 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所谓的薛明志 对不对 包括阴眼梁 包括这个 这么多的电子大佬 传产大佬都 一脚踩进去了这个生计的领域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未来式的 所以说你看未来像这个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郭董 他已经慢慢的变成这个所谓的 退掉了鸿海的这个 这个这个董事 对不对 他进他现在是怎么样 这永龄基金 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这个台大的这个 这个 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怎么样 在转型 所以可见了这么多的大佬 在跨入这一块 可见了这个就像怎么样 50年前的这个张忠谋 他们这个李国鼎 跨入了半导体是一样的 他们在努力的是未来50年的东西 你现在看到的是台积电涨好多 那台积电能不能再追 我是不建议 六百万块了 张忠谋努力了50年了 现在也九十岁了 我上星期我就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这任何东西都是指挥作命 那这个张忠谋已经九十大寿了 这九十九十几了 你说可以 对不对 这本来就是人就是这样 九十几了 还可以怎么 尤其这个人过了九十五以上 你说再怎么长寿 我跟你讲 到百里是不可能 我今天跟你说实在有的 你现在看 有的人九十很好 长寿的人 那九十你看起来是不错 九十五已过了 我跟你讲 你就看着就对了 我跟你讲 所以你看看这个人 到了一百的 这个一百 那就是 好白白 你们看也是 对吧 宋美龄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九十有的看起来还好 这个到接近九十五的 就急转直下 会急转直下 所以我陈老师 我在上个礼拜 我今天跟你讲 对不对 你看这个澳门的赌王 何鸿森的过走了 对不对 也九十八 就整个澳门的赌场都死了 你看到一间金色也同样 你看何鸿森他是只为作命 所以一个行业会因为一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李嘉诚 李嘉诚他代表香港的繁荣 所以李嘉诚现在也九十了 应该九一级了 所以李嘉诚很快 他可能也 对不对 这个人 你再强这个生命还是有限的 李嘉诚也比较高十八 所以你看看香港 香港 等李嘉诚正式宣告结束了之后 所以香港现在股市不能买 你看今年香港是在跌的 所以你看看今年台湾是涨 但香港在跌 所以这个香港的股市也不能买 但是你现在看 李嘉诚就代表香港 所以这是只为作命 所以你要等 你要相对看 你要相对看 你看现在张中某九十 但是现在郭台铭在七十 七十可能在正要开始 所以未来他可能七十岁 他还可以拼到九十还有二十年 那为什么他今天郭台铭 趴入了这个生计 所以说你这个要特别注意 而且我认为这个未来 似乎 Omicron我们看到这整个疫情 似乎怎么样源源不绝 好像这一次的病毒 好像现在是听说要到2024年 我们不要说谈到2024年才能开放 现在说Omicron之后 整个全球又慢慢的 我个人认为怎么样 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未来我个人认为怎么样 现在又要进入冬天 那你看每年的这个包括 从一月几乎就开始涨生计 涨游戏概念股 为什么因为天冷了 这整个疫情又开始扩大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那这个股市下来了以后 整个全球的股市稍微震荡 会回档那美国也很高 Destag也很高 都创新高 那在这样疫情也讲 回档的过程当中 当然升级就上来 游戏概念股就上来 你不要看这些股票 这有时候升级它一涨不得了 游戏概念股一涨也不得了 所以我就跟你讲什么 Oh my God 对不对 橘子 我来网住一条龙 网龙 对不对 自贯 这个为什么 所以你一定要去了解到 这个资金的变化 不是说 有人说 我今天只能买IC设计 我只能买电动车 这样你就 对不对 你就没办法 因为你这个一定要随着资金改变 而你要跟着改变 你今天说句实在话 对不对 然后天底下哪有永远的事 对不对 王立宏也做事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任何事情怎么样 对不对 股票也是一样 爬的高 摔的重 人也是一样爬的高 摔的重 所以我陈老师 经常在讲 人不用想出名 对不对 我们这九十三台做做就好了 变成五十七台 五十八台 所以我陈老师 我常跟你讲 就是说 有时候怎么样 人生的这个历练也是很重要 可是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 你看最近这段时间 游戏涨的多不多 多了 为什么 你光看这一支股票都知道了 游戏它已经怎么样 游戏它已经先涨了 Oh my God 到今天怎么样 快两百了呢 我是当时就跟你讲 你看我讲得准吧 来拉近一点 那我就跟你讲 200以上有百人去贪 我们烫到199就好了 这是我的治理名言 我以前曾经讲过 那个叫做什么 万海 我说我们就赚到299 300以上给人家赚 人家不信我 人家不相信我 那时候60块 70块 80块 对不对 那我就说那个 长龙扬名200块以上给人家赚 我们就赚到199 我讲话人家不信 你看看我在80几块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你讲了 80几块 我们都买在这边 10月15号 我们都成本都在90以下 我们的成本都在这边 都在这里 我们都在90元以下 我们的成本都在90元以下 对不对 那人家可能都买在这里 或者买在这里 或者买在这里 对不对 那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是怎么样 都在10月15号来拉近一点 你看这个10月 你看这15号 对不对 10月15号 好 那10月15号 我们买的成本很低啦 10月15号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跟你讲了 你不要看现在80几耶 他会到1XX 会到2X 再到2XX 好 你看看今天来到了多少 拉近一点 200 差一点200 对不对 那同样意思 200以上给别人去谈 我们有看看199 我已经讲过了 我83块买的 我199卖很就够了 200以上给人家赚 那这是生计股 所以生计股 你看除了Oh my God之外 你看这个 不是游戏股 游戏股涨很多了 你看一大段 一大段了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最近 你看看游戏也慢慢的 还没涨的游戏股 也会跟着涨 所以这一块你要很注意 我在两三个礼拜之前 我就跟你讲过 那个资金他会跳来跳去 你要特别去注意到 因为什么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他资金一定会跑 资金跑 你不是要 老是掉在一棵树上 我只爱买航运 我只爱买电子 我只爱买什么 当然这是很热门的 就像有人说 我只爱买台积电 但是我跟你讲 六百多块的台积电 张忠摩都九十回 对不对 九十大寿 大家都去给他庆祝了 还要怎么样 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台积电也让他有面子了 政府也让他有面子了 对不对 他也把人家 英特尔骂到臭头了 他这辈子也到九十了 对不对 比王力宏好太多了 比王力宏好太多了 还要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我老是常跟你讲说 人啊 你看这些有名的人 你看这些有名的人 其实很好玩 不快乐 不快乐 因为什么 对不对 你看他张忠摩 骂起那个intel 那种咬牙切齿 你看这一生的痛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你看那个好碑碑啊 我真的讲的是真话 你看好碑碑 他什么时候走 你知道 你知道好碑碑啊 我们那个好龙村 好 好龙 这个 以前那个 这个好伯春啊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 他是颤摩总长 还在我们马祖训化过 好风兵 好碑碑 好碑碑 你看他什么时候走 好碑碑啊 李登辉走了第二年走 李登辉你知道这个人吗 李登辉走了第二年 好碑碑走 为什么 好碑碑说 他没死我没死 他没死我没死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走的 你知道毛泽东什么时候走的 毛泽东是蒋介石走的第二年走的 毛泽东啊 蒋介石走的第二年 毛泽东走 所以这人也是 所以为什么这些有名的人 不快乐 不快乐 对不对 不快乐 极易极易的赚还是不快乐 为什么 好好去想想这个问题 我正好是在这市场那么久了 我常跟大家谈很多 我常在跟大家说 我们不用去57台 58台下西下情 圈插圈插 我今天跟你说 不用 我们93台 就好了 不用去57台 58台 大家都看得到有名哦 网路红人哦 不用 我从来不弄网路 我从来不弄网路 我也不弄什么youtube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们在这边看电视就好了 很多人看怎么回事 你有一天你会知道陈老师在讲什么啦 网路红人哦 现在网路我最红哦 我点阅率超过10万哦 我跟你说 你以后你一直看 我点阅率超过100万哦 对不对 王力宏 点阅率5亿 现在也是同样 5亿的人在买 所以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人生意是如此 在你往上爬的过程当中 股票往上爬的过程当中 你要怎么样 知道怎么样 适可而止 所以我说陈老师 我常跟大家谈很多 所以我为什么你看看之前 我再跟你谈这个 这个没有人理我啊 现在已经长这样子 那我就跟你谈嘛 199以上我们给人家赚了 我早就跟你讲 他会到2XX了 我早就讲了嘛 那就2以上给人家赚 你就记住 给人家赚了 我不赚了 我不赚这个钱了 我199我就跑了 我198199够了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生计了 你看看这个生计 我跟你谈这一档叫做逸达 没讲过吗 最早讲的 逸易快速达成目标 我说生计为什么不能买 生计为什么不能买 涨了吗 逸达涨了 对不对 第二个跟你谈逸安 我说这支股票今年赚了30块 为什么不能买 逸达加三股 六四九九一安 你看他相对逸达怎么样 比较便宜 他相对逸达怎么样 比较便宜 来拉近点建议掌听 81块9 生计类股一安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东西 当然有 来看一下 这支生计类股是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会 占了将近30%的股份 你等着看到明年一月 他会涨多少 你给我等着看他到明年一月会涨多少 这支股票才20多元 你看未来他会笨到四笨到五笨到六 他现在才20多元 我陈老师跟你讲的很多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 我今天我陈老师没给大家暗暗闪闪 没意思 很多人每天他股票都盖着 都盖着都盖着 头裤老师需要做到这样子吗 每天股票都盖着 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赶快来要 我陈老师常跟你讲 其实很多东西你讲了以后 人家自然而然怎么样 就会有感觉了 我当时跟你讲通家的继承者 那时候才83元 10月15号 你并不觉得吗 你不觉得 我就跟你讲先看1XX 再看2XX 今天来到多少 来我们看一下拉近一点 今天来到多少 这叫Oh my God 当时在哪里来拉近一点 10月15号在这边83元 没有量没有加 今天大家都知道他 然后还跟着买什么 游戏概念股 那为什么 我已经跟你讲 当时我已经跟你讲 第三季赚2块了 连底大跳跃 Oh my God Oh my God 两位数83 1XX到2XX 来我们看一下我准不准 好我200以上 我给人家赚 我够了 我200以上 我给人家赚 就像望海 我赚到300 我赚到299 我300以上给人家赚 你340还在追 那我没话讲 我已经跟你讲 长龙阳鸣 我60块买的 我199我就跑了 我200以上 我长龙阳鸣 我给人家赚 这个就是怎么样 要直进退 不是说 大都大家都在看 十几亿的人都在看你 对不对 看你王立宏 现在十几亿的人都在叫 所以我今天跟你讲 要怎么样 要懂得进退 要懂得进退 对不对 网路点阅率我好高 我终于爱不弄网路 一堆老师都在搞网路 我不要弄那个 你以后就知道了 麻烦在哪里 我不碰网路 我们在这台 我们搞的上台电视 我们就做 都是一些老观众 这样就搞了 我们不用去57台 58台 下西下解 我陈老师讲了很多东西 人不一定要有名 要稳 不一定要有名 你这样子才能够细水长流 对不对 很多少年人不知道 你知道吗 动了头破血流 我陈老师常常讲 很多事情是要经验 人要往上串很快 往下掉那更快 往下掉更快 你看马云快不快 所以我陈老师常跟大家讲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 那我们就把200块以上给人家赚 你看这一打 那我之前讲你也不买 不是说我今天叫你在追 我认为还会上 为什么 因为生技类股 我认为怎么样 还会有一波 你看这一打 对不对 你看这一安 这是今年的获利王 生技的算获利王 他今年来讲的话 他赚了30块 这比很多的一些 甚至他比航运还好吧 比电子还好 今年探EPS30块 今年EPS赚30块 那他为什么不会涨 那为什么不会涨 那一安也上来了 那一打也上了 那接下来呢 你就记住了 你就记住 我跟你讲 你就记住了 明日我最强 今天这一支股票送给大家 叫做建雅 我跟你讲一个东西 行政院国安发展基金会 占了30%的股份 我在这个地方 可能只跟大家谈一个 突破新药即将有大大大突破 新药有大大大突破 你现在看到是怎么样 这样子 你现在看到是怎么样 二差 你会慢慢看到四差 你看到五差 看到六差 你未来会看到这样子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你这哪 你这也没相信我过 83块 叉叉 看到 一叉叉 来拉近一点 再看到 二叉叉 这个叫通家的继承者 叫Oh my God 本来才83块 那你看 我没有实现给你看 那今天有没有快到二叉叉 那这边才八叉 这边才83块 才叉叉 才二位数 是不是到了一叉叉 今天是不是到了二叉叉了 那二叉叉以上我们就 我们就给人家赚了 我们就给人家赚了 那这难道没讲吗 这难道没讲吗 最低最低点的时候跟你讲的 意义快速达成任务 你没买而已啊 难道我这没讲吗 亦安 没讲吗 意义大涨安稳一身 今天怎么样 为什么来创新高 为什么来创新高亦安 那我今天就跟你讲嘛 你就多注意这一支嘛 这一支开玩笑的 你以后慢慢等着看 未来倍数 我看他也不见了 会输给Oh my God 输给亦安 输给亦达 为什么 我就跟你谈一个最重要的嘛 他是怎么样 行政院国家基金发展机会 而且怎么样 政府全力扶植的 政府的股份占了将近三成 而且这家公司 各位同志朋友 在里面的所有的研发团队 都是目前来讲 所有里面的研发团队 都是目前来讲 这样这支的啦 都是蔡总统身边的红人 这样我说你知道 成煞煞煞成 这样你知道 全部都是蔡总统身边的红人 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会建雅 未来当整个疫情严重的时候 你要特别回来注意 现在二叉 未来会不会四叉 会不会五叉到六叉 各位投资朋友 我陈老师跟你讲的就是这样子 今天举办打电话进来的 我陈老师给大家三支生计类股 我跟你讲过 生计类股你要慢慢去注意哦 今天打电话进来的 把电话打到爆 我给大家三支生计类股 我们这小小台子 生计类股可能没人要买 但是你今天卡电话进来 我给你三支生计类股 我只是讲到这样子 我不会像其他老师一样 讲了一大堆有用吗 像57台58台 讲那么多的不好 那你今天你愿意打电话进来的 我陈老师把三支免费送给大家 免费 我不要再任何打折优惠 我免费 我只希望大家你能够赚到钱以后 我们未来再谈其他的 不要现在谈什么 要优惠要什么 我只跟你讲一件事情 Oh my God 涨再多 全市场 全头顾老师也没有人买得比我还低 今天包括义安 很多人觉得这种股票会涨吗 你会觉得它会涨吗 Oh my God 你会觉得它会涨吗 义安你会觉得它会涨吗 那你就等着看看下一支 谁会是明日我最强 谁会是下一支明日我最强 好不好 今天赶快拨电话进来 送大家三支生计类股 我们下个阶段再回来 2022荣耀回归 就看第四季 888长虹专案 让您信心十足 一路长虹 长虹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Live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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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部直播 定期上线 定期上线 金刚opy 记得 投資這條路是孤獨的 投資這條道路是辛苦的 盡心思考 二十年來堅守專業與熱誠 似乎不夠 總想著能為投資者多做些什麼 你們就是我們的支柱 你們就是我們的動力 用心去關心每一個股市投資者 頂業投顧 全心照顧 02 8511 3366 全球財經台除了家中有線電視之外 您還可以這麼做 網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網就能看 而且免費 改變收視習慣就從全球財經台開始 各位投資朋友 來拉近一點 打到爆 打到爆 送三支生計類股 打到爆 到一夜 各位 打進來 三支生計類股 一定好感的各位 我跟你談的東西 一定要好好注意 謝謝 اللいうこと 這一節 chops pals 本公司於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選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